2023年6月6日 中国石油首个自主开发的特高寒流气田 四川达州铁山坡气田全面打产 日产天然气400万立方米 并进入国家天然气管网 源源不断输往长江经济带 将汇集两亿居民家庭 实现特高寒流气田少景高产开发的重大突破 这在十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 赋煤缺油少气 长期以来石油与天然气资源 对外依存度过高 一度曾超过70%与40% 触及能源安全的警戒线 尤其是天然气 因为清洁高效安全环保 已成为全球清洁能源的后起之秀 产业需求越来越旺盛 供应不足的矛盾愈加突出 尤其在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大幅提升天然气的自给率保障能源安全 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课题 从2007年开始 我国天然气生产一路开挂 产量从2006年的586亿立方米 猛增至现在的1925亿立方米 一举超过卡塔尔和加拿大 机身世界第四大产气国 这巨大的飞跃 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力支撑密不可分 龙头企业牵头 全面集结国家顶尖科研力量 一张蓝图会到底 充分发掘各类市场主体潜力 撸起袖子加油干 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全新的科技创新模式 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 在天然气的勘探发掘过程中 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策划 新型举国体制系列节目 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成造 为您深度解读 油气专项如何助力 天然气大发现 大家好 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我叫贾成造 我演讲的题目是 新型举国体制下 科技公关 推动中国天然气大发展 贾成造 我国著名的石油地质 与构造地质学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大型油气田与煤层气开发 技术总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 与盆地构造理论研究 和油气勘探工作 提出并建立了 中国岩性地层 油气藏石油地质理论 为我国近年油气储量产量 快速增长 做出重大贡献 举国体制的概念很早就有 两单一星 就是当时的举国体制 现在整个经济层面 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下 怎么来个推行举国体制的科研公关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所以叫这个新型举国体制 我们这个行业 跟其他行业有些不太一样 就是其他的很多的科研 甚至管理方面的一些专家 院士来考察完以后 他都讲几个特点 一个石油工业 它是集中度很高 所以一个行业里面 往往就是数量比较少的大公司 你叫它垄断也好 还是不叫它垄断也好 它有竞争 但它不是像有些行业里面 就是上万个公司 都气点就很低 都可以来注册 都可以来竞争 它这个气点比较高 所以这个集中度很高 第二个呢 这个石油行业里面 它是个高科技 高投入高风险 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力量 没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一般情况下很难进行下去的 所以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 所以这种行业的 第三个呢 它虽然是一个采决业的一个行业 但是它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我只举一个例子 就是全世界特大型的计算机 最早研发出来的都在哪里用 第一个是军事部门 第二个呢就是中央银行 第三个就是石油公司 美国当时最早是有一个生蓝嘛 当时IBM造出生蓝的时候 一共就造了四台 整个就造了四台 非常非常贵了 后来我在当时在X3公司 后来他们去领我去看那个生蓝 我一看我知道 X3公司有一台 我说你其他三台是哪里 它一个NASA有一台 美国国防部有一台 然后呢就是那个 美国那个储备银行 中央银行有一台 所以通过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石油行业 它是需要最新的技术 最高水平的技术 往往也是很昂贵的这种技术 像盛海这些 开口就1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项目 所以呢它是有这么几个特点 这么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条件下 我们怎么来进行 中国体制这个实验 2006年2月发布了 国家这个中长期的 科技发展纲要 在这纲要里面确定了 这个十个民口的重大专项 把这个大型油气田 紧兵森器开发 确定国家重大专项之一 这个专项 是所有的国家重大专项里面 唯一一个由企业牵头组织实施的 也就是由中国石油 牵头组织实施的专项 充分发挥的油气行业 大兵团联合公关的优势 在产业聚集度高的行业里面 探索出一条 企业牵头组织实施 重大科技项目的创新之路 以大型石油国家企业 科技联盟为主体 实现了科技创新的同一计划 同一部署 同一公关 新型举国体制下 不再简单依靠政府意志 去达成目标 而是依靠市场主体 也就是各类企业 通过市场机制 相互协作攻坚克难 但是市场化并非无序运行 作为我国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 头部企业 中石油被委以重任 成为我国油气专项 众多参与企业的群龙之首 油气专项聚焦能源安全 其中一项核心任务 就是提高油气开发的技术水平 突破深层油气资源 勘探开采技术 这其中天然气的勘探与开发 更是重中之重 近年来 作为清洁能源的后起织绣 在全球范围内 天然气的需求与日俱增 能源消费占比快速提升 所以大力勘探开发天然气资源 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 但是这涉及地质理论研究 勘探技术突破 材料研发 设备制造 管理与服务配套等等 是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 而且天然气往往蕴藏在地层深处 我国地质结构复杂 相关技术装备起步较晚 也给项目推进带来巨大挑战 然而尤其专项实施以来 2007年到2022年 我国天然气探明储量不断攀升 连续五年超过5000亿立方米 其中在四川盆地发现了安月圆霸等大气田 安月气田是我国地层最古老的特大型气田 或三级储量1.5万亿立方米 被誉为我国天然气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发现 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的苏里格气田 则连续十年供气超200亿立方米 最高单日产量突破1亿立方米 为什么我国天然气勘探开发 进步如此神速 新型举国体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中国经济大讲行精彩继续 天然气取得这样大的成果 是怎么做到的 第一个我要讲一下 就是专项的顶层设计 强化顶层设计 以国家需求为导向 聚焦国家中大专项的标志性成果 助推国家油气能源目标实现 我们是个科技项目 不是一般的生产项目 生产项目它有一个规范 你按规范做 那个就合格了 科技项目是要创新 要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提出新技术 新思路 依靠创新来解决问题 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 全国是606亿 全世界排名是13位 这么大一个国家 比很多很小的小国家 都落后的很多 什么贺兰什么 都比我们高得多 排在很落后的地位 这个时候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国家的天然气 第一个要搞清楚资源 有没有资源 有的国家很大 它不一定产能搞上去 我们有没有资源 第二个资源有什么特点 能不能快速地开担开发 有没有经济价值 第三个就是说 要用什么样的技术 什么样的装备 开担开发它 这个我们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要进行研发 中国是地处的三大板块的汇聚区 哪三大板块呢 就是欧亚板块 太北洋板块和印度板块 中国正好是三角区 所以中国的这个洗山运动非常强烈 构造非常复杂 如果说你经常到国外旅游的话 你可能会有这个感觉 你到了美国 到了俄罗斯 澳大利亚这些地区去 开车走的很长的时间 都是很平的 大平原 到甚至哈斯克山都是大平原 都大平原 唯有在中国 你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 你很少能看到大平原 几乎都是山区 有的是丘陵吧 有的就完全是高山了 只有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 有这么两块大一点 这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三大板块汇聚 造山运动强烈 特别衔运动强烈 使得地壳不停地活动 这样就造成了地形山区化 造成这种情况的 所以这种复杂的结构 什么结果呢 就是个资源与风扇的特点 所以我们这个找汽 不可能在找中一个地方 在一个地方 就那一个类型 一个大汽田 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这种有 国际上有 比如说卡塔尔和伊朗 共有的一个汽田 南面叫这个North汽田 它的北面叫那个South Paris汽田 这个汽田 它整个的客材储量 五十多万亿立方米 比我们国家现在整个的储量 几百个汽田加起来 大两倍 叫巨型汽田 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条件下 形成了巨型汽田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们怎么发展天然气呢 我们就立足于 我们资源风扇的特点 类型多的特点 所以下一步 就立足于复杂复极 凶找这个大中型汽田 不是一个找 而是也找到几十个 上百个这种汽田 共同地形成一个大汽田 现在发现了最大的汽田 一个单个汽田 这个汽田是5万亿 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 说明我们国家 可以找到万亿以上的大汽田 我们认为呢 未来凶找大汽田的方向 主要在升层和超升层 因为中浅层一个 看待程度高 另外中浅层 它不利于气的保存 所以整个气质散失掉 真正到了升层 可以保留这个大汽田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至七十年代末 我国老一辈石油人苦苦寻觅 先后捂上塔里木盆地 但空井还是一口接着一口 打探井就像开盲盒 要开这个盲盒 至少耗费几千万 甚至上亿元 面对五十六万平方米的 大漠戈壁断崖险滩 该去哪儿找油找气呢 之前石油行业公认的 找油理论认为 油气层一般聚集在 两千米到四千米左右的深度 但这一理论 在我国的勘探实际中 却似乎不太管用 但这套东西 到了中国这种 比较复杂的地区就不管用 特别到了深层就不管用了 石油勘探的发现和进步 离不开地质理论的理论之称 面对我国复杂的盆地深层 国家重大油气专项 把深层油气地质理论的 探索研究任务 交给了中国科学院 由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牵头 组织院内外有关科研单位 进行科研公关 集中了很大的力量 一块搞 光是加上我们的各个院所 多少科研人员 再加上学生 研究生 在册的名字 一千六百种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 经过对深层油气地质理论的深入研究 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研究团队 摸清了深层超深层高温高压条件下 油气形成到负极的规律 破除了深层储存 必然致密的错误认识 梳理清除了盆地深层超深层油气 运聚成藏调整改造的过程 认识了其盆地演化背景和条件 确认深油生气的重要物质 干烙根 在地下深层超深层同样存在 甚至油气转化效率更高 彻底扭转了原来深层油气储存 质量差的错误认识 它到了更深的地方 它效率更高了 不是说到了两千米到四千米就没了 两千米到四千米 它效率反而低一点 到了更深以后它更高了 事实证明 在创新地质理论的支持下 我国油气勘探 全面向深地挺进 仅塔里木盆地探明的 深埋超过六千米的油气资源 就分别占全国的83.2%和63.9% 是我国最大的深地油气负集区 目前 我国最深的出气井深达七千四百八十二米 最深的探井已经超过九千米 2021年 塔里木油田油气产量 即2020年首次突破三千万吨之后 又冲上了三千一百八十二万吨新台阶 形成了两个万亿方大气区和一个十亿吨大油区的全新格局 除了深地常规油气之外 深海和非常规天然气勘探也取得重大进展 但是如何将这些深藏在地壳深处的油气资源顺利开采出来 成了摆在油气专项面前的又一大难题 这么复杂的情况又要搞深层 又要搞海洋的深水 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个勘探开发的技术装备 这方面这个短板就非常明显 又要加强雾碳测井 钻井 另外特别要加强海洋深水的工程技术 因为海洋的深水它用的技术装备 它也就要钻井 也要测井 但是因为它是在那个深水的作业船上进行作业的 特别开发是在平台上开发 所以海洋工程它有它的特点 跟我们差别很大的 而这个方面正好是我们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 这样就确定了 一个就是我们整个早期的方向 然后加强雾碳测井 钻井 和海洋深水工程技术装备的攻关 这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翻过来看的话 当时这个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 如果说没有这个强有力的鼎盛设计的话 那大家撒开着 全国就到处都去勘探 去攻关 这个钱最后就撒了胡椒面 正是因为对这个资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对下部攻关的重点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所以有限的投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是进行国体制的优势 也是鼎盛设计的重要性的一个凸现 迅速集中国家优势科研力量 单点突破 为基础理论研究和科学的顶层提供有力保障 成为我国天然气大发现的根本保证 但是开采天然气所需的各种新技术和新装备 却也是绕不开的问题与课题 天然气往往隐藏在地窍深处 开采难度前所未有 深层由其地震成像 深地与深海钻井技术等各种前沿技术与装备的突破 势在必行 在国家尤其专项支持下 全国的优势技术资源协同攻关 在塔里木盆地联合打造出天然气开采工程 深地一号 挺进地下万米气藏 刷新了亚洲最深井记录 它通过一台或多台钻机 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进行钻井 完井地面工程建设 构建大型井工厂 全面提升了天然气钻井效率 为我国陆地非常规天然气开采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什么是非常规天然气 新型举国体制下 尤其专项又是如何突破深地 非常规天然气开采技术的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叶岩气 致密气和煤森气 属于非常规期 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丰富的 加起来已经占到 全国天使产量的40% 特别在我们国家这种复杂的 这种地质条件下 这个非常规期 因为它能够保存不怕破坏 所以更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和很大的资源价值 而且从长期看 我们国家这个非常规期 还要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有一个预测 我们国家天然气 现在2200亿 我们预测的话 按我们这个资源 可以搞到3000亿 排世界第三 3000亿里面 我们估计的话 1500亿都是非常规期 但是我们国家的 夜然气开发 也面临很大的问题 一个就是 这是个全新的资源 它是一个非常规及的资源 也是天然气 也是甲烷气 但是它本身 运移 腹肌 城藏 包括开发 整个这条机理 跟我们的长规期是不一样的 我们长规期 所以虽然说大溪流 你只要打穿了以后 有压差 它就可以流动的 它这个呢 咽气 致密气 它是不流动的 预测压裂以后 它才能够流动 所以它就非常复杂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国家的夜然气 跟这个美国啊等等 其他国家 已经开发了夜然气 还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我们都普遍都很深 我们的构造更复杂 等等的原因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夜然气 致密气 煤层气 这个非常规气 这个天然开发 始终是贯穿着 整个油气专项 运营过程中间 一直是一个重点 就我前面讲了 我们的顶层设计 我们就要发展天然气 怎么发展天然气 从这开始 就是强化了科技工官 和四半工程的结合 推动成果集成和快速转化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科研成果 到最后呢 没有那个实现能够 这个成果没有能够转化 很重要是缺了后面 这个实验的过程 所以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强调了四半工程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创举 这是我们建设的 长宁微远的夜然气 的生产现场 创新了夜然气的 腹肌高产理论 地球物理的甜点预测 地质工程一体化压烈 复杂山地水平清楚 工法 作业等等 这些全新的装备和技术体系 推动了长宁微远四半区 2020年产量达了100亿方 福林四半区 创造了雷产超过370亿方 国内新纪录 有力地支撑了 四川澎丽海湘夜然气 实现了这个高效的创举开发 整体技术水平 从跟跑到了并跑 我们这个夜然气的 创举开发的装备技术水平 基本上跟美国是同等 但是我们规模比它小了一些 所以产量比它低 但是技术基本上是同等的 已经技术基本成熟 而且进行了规模的推广 取得很好的效果 这是生产现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要打水平井 有井组 工厂化的井组 所以这个很壮观的 我们的夜然气 一个地形丰布在丛山峻里 地质条件复杂 就是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比如说四川的那些颇变 你可以看到非常复杂 另外生态环境敏感 因为丛山旧林都是有居民的 有人居住 不像美国它是几乎是没有人烟 这个开采难度更大 就在一个山头上 修建钻井的平台 进行四川进行成功的开发 因为业燕尤其它都需要 大规模地进行压裂 这个压裂在过去的话 学工业不是太重视 一般认为它丸井增产的一个措施 就是因为这个夜然气 致命气 霉生气开发了以后 夜然气压裂大规模地增加 压裂已经成为 跟这个乌碳侧颈钻井 钻井并列的第四大技术 所以在这个资传夜然气 开发的过程中间 对这个复杂夜盐裂缝的起裂 和延伸的激励 做了很多的研究 这个里面有两大石油公司 中石油和中石化 另外还有很多的科学院 还有大学院校的研究单位 建立了三种 夜然复杂裂缝的扩展模型 制造了压裂工艺的优化 因为我们的目标 不仅是要压开 要形成一个复杂的凤膀 通过它凤膀 扩大这个天然气和泄气的面积 这样来增加产量 另外呢 对于夜然的催性变形 和这个先气天然裂缝的存在 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建立一个模型 然后适用的范围 然后通过它 来进一步地指导压裂工作 另外呢 通过侧景 对它的含气量 对它的孔隙度 对它的岩石成分 进行了精确的描述 同时呢 通过这个山地的地震 对这个夜盐气的风暴 夜盐气寒气的情况 进行预测 这样的话呢 建立了一套地质的综合评价技术 通过它精确的评价地下的夜盐的状态 确定它的这个井位 增去更高的产能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钻井技术 因为夜盐它最大的难度 它升的并不特别升 最升的就是4000多米 但是它要求打很长的水平井 水平井难度非常大 另外的话呢 为了节省地 我们不能这一口井 占一个井场 所以要建一个井工厂 这个井工厂呢 就一口 一个厂里面 我们可以打最多的20多口井 一般都打10几口井 10几口井 这样呢 通过这个手占地 另外呢 也提高了效率 减少了这个钻井的搬迁 这个呢 现在已经成为成熟技术 大大的提升了四川夜盐气 开发和钻井的这个效率 这是我们国家 在这些他识文里边 就可以拿到三楼子 是一带的 我认为 带来给大家 亟到五岁 是一条区 通直到那边 都不如 就在楼上 仁西安 三楼 Ca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命军 新型举国体制下 民营企业大量参与研发制造 充分凸显了市场的活力和效率 民营企业怎样参与国家重点专项 他们与大国重器之间又是如何相互成就的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南海的这个深海一号大气田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在这个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 水深1500米的这个渗水里面 利用自主的技术 自主的装置 由我们国家的这个中海油公司 进行了成功的勘探 成功的开发 这是个历史性的一个事件 就是中国从路上走向海洋 从这个海洋的潜水走向深水 历史性的一个事件 而它主要得益于 海洋工程技术装备的突破 这个呢是我们国家 过去长期的一个短板 甚至是一个空白 也是我们这个专项的 很突出的一个成果 首先我们知道 南海是这个 有非常丰富的游戏资源 根据评价的话 南海游戏资源 大概占了全国的这个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多 但是呢 这些游戏资源呢 大部分都在这个深水区 现在呢 已经研发了包含了 海洋石油981 最有名的是981 这个深水半潜式 这个钻井平台了 以它为主 叫五行六船 就五种这个型号 六条船 形成了一个 深水作业这个联合舰队 五行六船 是游戏专项 深水发展战略的 重大成果之一 包括五种型号 六艘可在水深 三千米海域工作的 深海工程装备 被誉为中国深海油气开发的联合舰队 其中海洋石油981 为三千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作为该舰队的旗舰 海洋石油201 为一艘三千米级深水铺管起重船 海洋石油720为一艘三千米级 十二缆深水物碳船 海洋石油708为一艘 三千米级深水地质勘察船 海洋石油681和海洋石油682 为两艘三千米级深水大马力 三用工作船 由这个联合舰队的支撑 勘探发现了一系列的 这些生水的油气填 这些呢都是填补了国家空白的 过去我们国家呢 没有这些这个自主的生水的 过去要用的话 比如说租界租赁外国 现在完全就实行了自主化了 这个是981的一个 一个很典型的一些参数 工作水深是三千米 钻井深度可以达到一万米 这个是我们自主设计 建造的第六代的 深水半潜石钻井平台 这个是针对南海 特殊恶劣的海矿设计 能够抵御200年亿余的台风 海洋石油981 就属于这个第六代 水深最可以达到这个三千米 当然它达到三千米 它一系列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包括这个固定的设施 定位系统 包括这个抗击生水 这些东西 包括生水作业的要求 完全都不一样 在风高浪急的南海 要想让海洋石油981 和深海一号 这样的深水半潜石钻井平台 生产储油平台 长期稳定运行 绝非易事 这需要大尺寸 深海细薄缆绳 来对这些平台进行固定 西伯懒对于我们的深海一号来说 就像是定海神针一样 就是靠着这16根西伯懒 然后把我们这个平台 一个十万吨重的一个东西 让它固定在这个海域里头 让它能够去进行一个油气生产 我们对它的这个品质 它的一个强度是要求特别高的 不能够出任何差错 之前直径接近300毫米的大尺寸 深海细薄缆绳的制造技术 一直掌握在国外少数企业手中 如此关键的高品质细薄缆 如何实现自主可控 中海油依托油气专项 联合民营企业 进行国产化尝试 浙江泰州的一家民营企业 就承担了其中一根 细薄缆的研发重任 这个切胃的组合 排列的组合 使来度非常高 使几十万根的切胃 组成270多毫米的直径 那里达到27度等 这是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 能解决 为了确保四胸神叶 能做出符合钻井平台 安全要求的细薄缆 中海油充分利用 国家重大专项的合作平台 在四胸神叶 建设了国家级的测试基地 弥补中小企业的短板 为高标准研发 创造努力条件 这个测试能力 在强度这块呢 是可以达到2500吨 然后疲劳这块的测试能力 也能够达到300吨 这个测试能力 在全球的角度呢 也是前三的这样一个 非常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021年6月25日 深海一号大气田 正式投产通气 四海神叶制造的细薄缆 出现在这16根细薄缆中 成为新型举国体制下 充分调动市场资源 发挥民营企业优势 突破技术瓶颈的 又以成功安逸 这是中国神来行业 真正意义上第一根 自主研发 自主生产的肯扬工程来自 打破二枚企业 最深水细薄的长期垄断 最深海细薄领域 有了一席之地 到了这个去年年底 南海深水区呢 已经探明了天然气储量的 3375亿方 建成了我国一个大气区 深海一号偷产以后 现在呢 已经累计产气 超过了45亿方期了 它的这个勘探发现 建设这一段时间 都是这个重大端向的成果支撑 新型举国体制公关的优势 最后一点就是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投入 和创新基地的力度 催生创新内在的动力 我们虽然是个生产企业 但是我们同时也是 科研公关的主体 有自己的科研体系 关键就是 要把这个科研体系的创新的 这个积极性能够激发出来 把它作用能够发挥出来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取得最好的这个效果 东方地球物理砍碳公司 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我们石油行业里面 封了一个优公司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技术服务公司 我刚才讲的 物碳侧井 钻井 压裂 这都属于服务公司的业务 每一个行业都有专门的 这个技术服务公司 这些技术服务公司呢 在这个重大专项中间 还得到专项的支持 既支撑了他们本行业 本产业的这个发展 也支撑了整个这个 天然气的砍碳开发 东方地球物理砍碳公司 是中石油下属的 一个专业的地球物理公司 也是国内最大的 一个专业化地球物理公司 它在国际上也是 很有名的 它在这个 尤其中亚专项的 长期的支持下 在这个硬件 软件 配套技术 服务能力 包括制造能力方面 取得了全面的发展 我们知道 大型的工业软件 是我们国家 到目前为止 能够自主化发展 完全不依靠国外的 还是比较少 是难度非常大的 也是国家下一步 公关一个重点 但东方公司 在这个20年前 就开始以Joyst为主 立志研发自己的 国外同等先进的 完全独立自主的 大型的这个工业软件 而且获得了成功 这个软件 专项之前就准备研发 当时为什么要研发这个 也是因为外国人卡脖子 当时东方公司用了外国软件 用了外国软件以后 买一个软件的时候 钱以后有一个 合同里面有一条 你这个软件 只能用在中国国内 不能用到国外 这样的话呢 东方公司如果说 要去国外去发展 根本就不可能了 因为这个Joyst这种软件 大型工业软件 是这个物碳生产的 关键设备 那怎么办呢 那东方公司当时就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自己研发软件 当然起步很难 开始中国是有支持的 2066年纳入到 国家中央专项里面以后 他纳入专项以后 他的目标马上定得很高了 他说我要代表国家的 我不是说我去小修小补 搞一个东西 能出国就行 能够公司的发展就行 我要在世界地球物理界 我要占有一期之地 甚至要占领先地位 我要直接跟这个 美国公司和法国公司 垄断这公司来竞争 这个很不容易 数百个包括软件 无碳的工作人员 坚持了十年的研发 终于搞成了 所以现在东方公司 它能够到科威特 沙特 阿联酋这些东东地区 都获得这个十亿美元 二十亿美元这么大的 这个无碳合同 很关键的一条 就是它用的装备 都是自己研发的 如果说不用自己研发装备 你根本就没法去招标 就没资格出去的意思 通过现在我们看 大型软件 关键设备的自主化 不仅是国产化的 完全是自主化的发展 这个使国家工业界要走强 走向国外 走向世界 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的一步 这是软件 Joyst的大型软件 超大型的地震资料 处理解释软件 已经成为全球 三大主流软件之一 另外就是法国的和美国的了 我们已经跟它并列成为之一 推动了一系列的游戏 大发现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新部奖的 一二登奖 成为我国大型工业化软件 研发的一个标志性成统 正是有这些大型的软件 有这些先进采集 处理这些装备 所以它进一步发展 路上的两宽一高的技术 通过这个宽屏宽位高密度 三维地震勘探技术 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一个是升层超升层的 一个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严型和地区的 包括构造复杂 严型复杂这些地区 成像地震勘探的 分辨率和性造比 这是一个综合的 根本性的一个技术 承担了全球第一个 超大倒数的采集项目 就科技特西 承担了超高效的 魂彩之效 创造了5万5万炮的行业最高记录 阿曼OXY这个项目 创造连续13年 2400万人工时 无LTI的行业最高记录 成功地实施了海洋陆地 复杂城区的特大型 国之代项目 这是科技特 依据中标的目前 全球合作最大的 三维地震刊的项目 它现在真正地成了 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它的营业收入 接近一半 或者以上 都是来自于海外有 已经是完全可以在国际上 进行竞争的一个 非常强的公司 东方公司连续17年 路上又收入全球第一 行业净手 一个CGG 一个VS的接口 一个美国公司 一个法国公司 退出了路上的产业 原来是到我们国内来 给我们服务 那是高技术 我们自己搞不了 请他来 最后从路上退出 这个巨大的变化 很重要的一个 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科技进步 就是国家重大专项的 一个大的一个成果 总的来说这个专项 在13年的实施过程中间 参与的这个8万5千多人次了 实际上有5万多人 长期参加了 做了大量的工作 付出了辛苦的努力 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这个6212的科技公关目标 总体实现了 支撑了我们国家 尤其出产量总目标的完成 这个6212就是六大技术系列 二项重大技术 十项重大装备 二十二个示范工程 概括起来就这样 它主要是围绕着 陆上的油气勘探 陆上的油气开发 陆上的油气工程 海洋的油气勘探开发 还有包括海外的油气 勘探开发 还有煤层气的勘探开发 来进行部署的 可以说它是 第一个比较全面的 比较系统的 也是比较彻底的 整个对中国的石油工业 上游的科技体系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提升 这个油市完成了 油市要到1.9到2亿吨 就完成了 天然气是超额完成 同时石油工业的 科技自主能力显著地增强 推动了我们国家的 油气行业的科技发展 从原来的跟跑 发展成为并跑零跑 到这个状态 同时账目的实施 也探索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新型举国体制的 一个组织的经验 组织的方式 总共呢 申请发明专利有8800多件 授权有4900多件 软件注册权有2398件 国家标准有79项 行业标准有400项 另外还有这个新工艺 新材料 新装置 特别是它科研 勘探生产的这个成果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有三项 就在这个13年期间里 一等奖有10项 二等奖有41项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行业里面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最多的行业 也是这个成果最旺盛的一个时期 是一个大丰收的时期 同时呢 支持了1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16个国家级研发中心 和15个院士团队的建设 这个都为我们国家石油工业的 长期发展 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基础 这个就是我们一些 不成熟的一些体会吧 我们希望在将来下一步 大规模的这个国家的 科技攻关中间啊 能够进一步的能够发扬 进一步的完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